新北市捷运环状线设在五公路的Y19A站 因为路线设计从高架转往地下 引发园区厂商质疑 这样的规划将阻断新北陈越园区的通行道路 因此新北市议员陈明毅邀及了双北捷运局召开说明会 要求重新研拟其他方案 解决园区内的通行问题 台北都会捷运环状线北环段设计 沿新庄区五公路进入新北产业园区中心地带 并在五公路及五泉路交汇处设置Y19A站 该项捷运设计方案引起园区内厂商不同意见 市议员陈明毅召开说明会 邀请新北台北捷运局及园区厂商道场说明表达意见 整个产业园区都会因为新五路 五公路中间被占掉10米的出土段受到影响 以后货柜车是站整个路线在转 它从内线大弧度的14米的这个部分 它的R进要非常大半径要非常大 所以我们可预期将来的交通冲击 陈明毅表示中央目前仅针对方案一核定路线 而这项方案设计将会阻断新北产业园区通行道路 需要审慎不能执意实施 另外他指出方案三虽然造价较高 对地方较无影响 同时可解决道路被截断的问题 而这项方案也获得园区许多商家认同 方案三的部分 以玩家各位理属定义 大家都招集企业 我也是审慎能以赴这个方案的可行性 市区之前有说明说 你去牧师就过 但是陈兵也有过的空间 这个我觉得技术部分 今天不要到的时间 可能就是要麻烦的 市区这边回去确定一下 这个有没有可能 要进是共事 大家都要这个捷运进来 他要站 如果捷运进来没有站那是多余的 所以今天捷运进来是共事 要有一个站Y19A也是共事 要快也是共事 但是不要塞 陈明毅表示捷运要进 要站要快但不要塞 他要求重新研理其他方案 10天内提出可行性评估 双北捷运局表示 方案已设计以获捷运局认同 但尊重议员及地方意见 其他方案将会带回评估 以上新闻记者胡宇轩 在新庄采访报道